一、二、三、三 夢幻184號起航囉 魔石子滑梯、火車溜滑梯 攀爬牆等多元遊樂設施 每一種都超好玩 我非常喜歡這裡的 這個遊樂設施 這個攀爬區就是 喜愛草坡很滑 就是很好玩 我最喜歡的是那邊的魔石溜滑梯 因為從高處衝下來的那種感覺 我非常喜歡很刺激 火車這個溜滑梯 會旋轉非常的好玩 速度很快 而且斜坡很陡 下來的時候很刺激 騎取學童在遊戲中探索自我 健全成長 市政府補助七堵國校480萬元 將老舊的花台區域變身改造 提供學生互動娛樂的空間 更酷的是 遊具內容和遊戲場的名字 都是孩子們自己投票決定的 這整個的遊戲場 設施到命名 都是由小朋友 他們自己來共創完成的 那這一個遊戲場 主要有三個最大的一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 運用閒置空間 來完成 讓校園更明亮 讓小朋友能夠 最大的一個遊戲空間 那第三個部分是 共融跟共融 因為呢這個遊戲是 特教班跟小朋友都可以去玩的 設計就是共融的方式 那另外一個共融是 我們現在基隆市的校園 都是開放的 所以說呢 我們社區呢 在放學後 小朋友呢 家長也可以帶小朋友進來玩 跟社區來達成一個共融 啟用當天 市長謝國良 更帶領小朋友們 一頭體驗 刺激的遊樂設施 享受陽光草坪的樂趣 很開心看到大家 我們會繼續努力 把校園的環境 弄得更好 創造更多 玩樂的空間 給大家 各位同學們說 好不好 好 尊重孩子的遊戲權 市府今年編列 兩千萬元預算 協助學校開放 校園遊戲場地 而且獨國小新落成的遊戲場 將在課餘時間 開放社區親子使用 讓大小朋友 一同體驗遊戲的熱氣 營造共融 共融的友善環境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